跟著節奏大步向前走 奧斯特斯基過去是一位熱愛越野慢跑的好手 每週都能跑上幾十公里 只是自從七年前罹患帕金森 是症 讓他的生活變調 有時得全神貫注才能踏出一步 新南衛斯省的研究人員開發一款應用程式 希望能改善患者的步伐跟行走能力 奧斯特斯基每週原本只能跑兩公里 在使用app後恢復到能跑三十公里 研究數據顯示 全球約有一千萬人罹患帕金森氏症 澳洲則有十五到二十一點二萬人 而且每天都有三十八人被確診離病 醫生表示 運動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質 不過如何找到合適的運動 常讓患者無所適從 簡單設定訓練時間跟節奏 患者就可以開始運動 這個app一共有六十二名患者參與十三週的臨床實驗 當實驗結束時 使用這款app的患者每週平均運動一百五十分鐘 至於使用其他app的對焦組 每週只運動六十分鐘 研究人員指出 在美能提升大腦產生多巴胺 這正是帕金森氏症患者最缺乏的物質 學者認為這款app初步看起來能幫助患者投入運動 但還需要更多後續提示 讓人持續鍛鍊 城市設計者表示 未來還希望能幫助中風或膝蓋寬骨受傷的人 重拾運動習慣 公司新聞界委員 編譯 20 21